爱琪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板 这是我第一次来百花银春 然后能邀请到我 我肯定是非常的荣幸 然后也紧张 我就怕表现不好 因为舞台经验还是比较少 希望可以鼓舞到大家 这次就是和祖儿 然后谷嘉诚 龚俊一起合唱了一首 我和2035有个约 对就是一直让我们上台嗨一点 然后就 我又余光看到了谷嘉诚老师 就特别的嗨 然后我们也被带动了 因为2020年是疫情嘛 疫情爆发 然后那段时间 我们也是停工了一个多月 当时应该是对各行各业 都有一定的影响 然后我觉得都挺不容易的 然后我们熬过来了 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春节目前准备在哪里做 回家 反正我爸妈 可能我发红包他们都不收 就每次我要逼着他们说 你收了赶紧点了 他们才会收 春节的时候最害怕 出来让你表演节目中 还是最怕 问一些其他的八卦的问题 我比较怕别人问八卦吧 但是我现在都会说我不知道 不清楚 2020年的总结 就是好像今年接了三个角色 都是和自己不是很像的 就觉得自己去年是突破的一年 然后希望2021年也可以继续突破 嗯 嗯